深呼吸专注瞄准前方25米把心 光着一个上午就练习100发 田家真年近40岁 即便5年前多了一个妈妈身份 依旧在运动场上奋斗 东京奥运女子25公尺运动手枪项目 排名第8 创个人生涯最佳 而今年9月将第4度挑战亚运 其实延期一年的时候 我觉得那我这辛苦的一年到底在干嘛 基本上我的每一场比赛 我都会当是最后一次的比赛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我什么时候会退休 目标就是进钱吧 剩下的顺其自然 另一边步枪选手 换上特殊防护装备 重量5公斤 行动很不方便 步枪一把平均5到6公斤 离把心距离大约10米 吕绍权和林隐星黄金组合 曾在2018年雅加达雅运 几下中国选手 夺得10公尺空气步枪 混双金牌 不真就是真嘛 那就不要让自己有太大的压力 去年年底的时候又换了枪 然后直到到今年现在的时候 其实适应的状况非常好 我的适应是比以前快很多的 不用花那么多时间 去适应整个场地给我的感觉 尽全力会去拼这块排下来 把奥运五环刺在手臂上 提醒自己奋斗目标 杭州亚运涉及阵容都是老手 比起5年前雅加达亚运 比赛经验丰富 心态也更稳重 三零星我郭艺轩 曾家轩 桃园报道